面对像现在这样子的情势发展 在这个习拜两个人视讯通话之后 白宫暗示说美方下一步不排除 要对这个北京制出所谓的二级制裁 这个部分呢在今天一大早 我们要为大家视讯的是前立委孙大切 好 委员我首先想要请教的是 您怎么样看现在的局势发展 好 谢谢玉洁 我想其实美国在俄乌战争一爆发之后 他就一直处心积虑的 希望能够把北京政府拖下水 那么不管是从各式各样的角度 指责北京政府没有积极的介入 协调终止这场战争 或者是不断的暗示 北京政府有可能私下的军援 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持 给这个莫斯科当局 那么其实坦白讲 俄乌战争这个整个发生的过程 大家如果仔细回想一下会发现 如果大家真的看穿了 就可以明白说这根本就是 美国一石数鸟的一个政策 就他们牺牲了乌克兰这块肥肉 但是却完全摧毁掉了俄罗斯 让俄罗斯就算战胜了 他在未来数十年都恐怕很难完成重建 然后借这个机会也拖垮了欧洲 欧洲面对美国所寄出的各式各样的制裁 这个俄罗斯的动作只能够采取被动的配合 可是如果大家深就美国所喊出来的 这些制裁的政策 受到冲击最大的不是美国 连带冲击最大的反而是欧洲 包含刚才郁杰提到了 波兰总理所提出来的那个喊话 说欧洲应该要全面禁止跟俄罗斯进行贸易 但是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 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彼此的贸易关系就可以了解 这根本就是杀敌1万自损8千的纯主义 就欧洲一旦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欧洲本身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冲击 那么接下来美国就希望把中国大陆拖下水 所以他开始要求一个原本是旁观的 路人甲的北京政府 要积极介入终止这一场战争 可是这场战争真正背后的始作俑者是美国 现阶段唯一能够让这场战争立刻停止的也是美国 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任何的积极动作 他只不过是不断的在背后威胁中国大陆 所以如果你不介入 你不想办法协调终止这场战争 我就视同你这个默许或者是纵容这场战争 甚至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高级官员 不管是美国的情报官员 像欧洲的高级官员 完全不敢具名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来源 不断的告诉全世界说北京政府正在积极的私下 对这个俄罗斯提供各式各样的援助 其实这种算计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这种这个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做法 不就是希望把北京政府拖下水 然后展开制裁吗 但是我好奇的问题是 拜登政府现在所谓的二级制裁 事实上不管北京政府有没有介入 有没有支援俄罗斯当局 其实北京政府不是一直在 被美国进行二级制裁当中吗 就美国对于北京政府 在经贸上的相关的打压 在电子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封锁 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我不了解布林肯跟苏利文 为什么还有脸在这里放话说 这个二级制裁是他们准备要采取的动作 如果今天我是北京当局 如果今天我是习近平 我恐怕会认为 美国你从头到尾都在打压我 你从头到尾都在制裁我 那你现在所谓的二级制裁 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不管我介入或没介入 我都会被制裁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 美国真的有能力跟有实力 全面对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二级制裁 甚至全面的封锁 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吗 大家不要忘了 美国人民之所以可以享受 这么低廉的物价 那是因为工厂都在中国 中国大陆提供了廉价的劳力 给美国人民安居乐业 富足快乐的生活 让美国的产品 各式各样的衣物 各式各样的用品 都能够以很低廉的价格 让大家享受 让消费者购买 如果今天美国要全面 跟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战 关闭和中国大陆之间所有的贸易行为 那么首当其中受到伤害的就是美国 美国关闭掉了他自己在海外最大的生产工厂 美国真的有这个实力 真的有这个底气 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吗 这场战争从头到尾的推手就是美国 泽伦斯基原本不切实际的梦想 也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的 既然美国跟北约现在不愿意接受 泽伦斯基加入北约 欧盟不愿意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 事实上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 让泽伦斯基面对现实 终止这场战争 不要再牺牲无辜的乌克兰的 这个人民的性命跟财产了 这一点是拜登做得到的 这一点是华府做得到的 但是拜登跟华府没有做 他们现在只是源源不绝的 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让乌克兰继续把俄罗斯 全国之力吸引在乌克兰的国境 利用乌克兰的国土 作为消耗俄罗斯的棋盘 利用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作为摧毁俄罗斯国力的策略 这就是拜登跟华府 所做的精密的计算 这种冷酷无情的算计 我相信如果看得懂的人民 都会觉得很恐惧 而且很寒心 委员我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这两个人 其实在通话过程当中 您刚才有提到 认为说美国处心几率 想要把中国大陆拖下水 但是北京政府 还有北京当局 他们是不是也能够洞悉 您口中所说 美国他们的算计 因为他们现在态度 依旧是保持 模棱两可的态度 而且习近平也说了 他说你美国才是当事人 我中国大陆不是 其实北京政府在俄乌战争的 整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很小心的来 拿捏跟处理这个奋计 所谓的小心的在拿捏的方式 就是他尽量的不要在台面上 表达对任何一方的看法 跟立场 在台面下事实上 我也不认为北京政府 现在有对俄罗斯采取任何实质的 军事的援助 因为对北京政府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 和他过去的关系都相当不错 大家不要忘记了 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军备跟技术 都是来自于乌克兰 所以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人 站在习近平的角度 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上 在这场战争当中 他没有任何的必要表态 没有任何的必要 这个损及他和任何一方的关系 他可以等去同步的维持跟双方的这个 某种程度和和平的一个关系跟态度 所以事实上习近平在过去这段时间 针对俄乌战争是相对来说 比较保守和谨慎的 反而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断的扣 北京政府的帽子 认为北京政府在私下会做出任何这个 不利于美国 不利于西方国家的一些行动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美国和西方国家 在欧洲全面的利用北约东扩来围堵俄罗斯 和美国和他的盟国 现在在印太地区组成AUKUS 组成五眼联盟 组成各式各样的区域组织 来全面封锁中国大陆 这种做法不是一样的吗 就今日在欧洲的俄罗斯 可能就是明日在亚洲的中国大陆 所以我想习近平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这种存亡齿寒的道理 今天如果美国利用乌克兰的战争 顺利的把俄罗斯给歼灭掉了 那么美国跟西方国家就可以腾出手来 全力的来围堵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将来所面临到的围堵力量 恐怕不只是来自于印太地区 还会来自于欧洲 那么习近平跟北京政府 恐怕要仔细的思考一下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如果真的顺了美国的意 被美国利用了 被美国恐吓了 被美国威胁了 那么今天被摧毁的是俄罗斯 明日被摧毁的就是中国大陆 我相信习近平跟北京政府 应该看得很清楚 这么简单的道理 大家都看懂了 他们也不会忽略 好 接下来我们想谈一下 其实在这场两个人的视讯通话当中 当然也关注谈到了台海议题 那这个问题当然是和我们自身比较相关的 好 其实谈到台海议题之后 包含了总统府外交部还有陆委会 都对美国对于台海安全的重视 还有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表达感谢之意 那其实对民进党政府来说 他们最近都在说 我们台美关系现在非常非常非常良好 好 可是在这个习拜两个人的视讯通话当中 其实美方也在重申了 他们就是支持台湾关系法 那这个部分我想问的都是 委员你怎么样看 是不是觉得说其实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来说 一直在说台美之间关系良好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那这场两个人的视讯通话当中 谈到了这个台海议题 其实是不是还是没有超过美方之前的一贯立场 民进党政府针对这个拜习谈话之后 所做的这个论述 坦白讲真的是一个恶心至极的奴才行为 就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拜习通话之后 到底对台湾的关系有什么样实质的保证 因为如果大家看一下那个通话的内容 我们用膝盖想都可以想得到 美国一定再次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 再次重申反对台独的立场 那到底台湾得到了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在拜习通话之前 大家难道忘记了那个新闻吗 就中华民国政府要参加在帛琉所举行的会议 帛琉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我们中华民国去帛琉参加国际会议 居然被美方建议 不要使用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要使用中华民国的国旗 甚至不要提到总统特使代表这些话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在我们自己的邦交国参加国际活动 美方在这个时候居然要求我们做 如此屈辱的退让 这就是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坚若磐石吗 看起来就像豆腐一样 这个不经一级的 事实上台湾 明明白白的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棋子 当美国要利用台湾 对付中国大陆的时候 台美关系就坚若磐石 当美国现在不想得罪中国大陆 刻意的回避 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 他任意的就可以牺牲践踏台湾的权益跟尊严 所以如果民进党政府还在这里 拓面枝干 沾沾自喜 我不晓得这样的阿Q精神 这样愚蠢的勇气 究竟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